哈 哈 双天捷运及征城 信德云窗是笔庚 旅馈书才游雪奖 同吟秀句更私成 依稀庇护深山意 播作当轩小雀生 故我心无何处密 井中心影一书生 首先我必须要感谢 评审的肯定 当然以及更重要的就是我前后待过的两所校园 包括我过去曾经就读的母校 以及我现在有幸来服务的这所学校 在我的诗里面其实读者也许可以发现 最重要的场景是校园 而写作最重要的背景 其实也仍然发生在学校里面 感谢学校提供一个相对安稳 而且安静的写作环境 所以这些都是我必须要深深感谢的 在我的诗里面 我其实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有两句 就是在第四首 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疑惑 说为什么会在都市的生活里面 突然出现这两句话 其实这两句话背后各有它的背景 前面是指说我在自己的研究室里面 仿佛门一关 自己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下一句其实就衍生着上一句而来 那是指说有时候来补交作业 或者问问题的同学 而他们敲门的声音就好像是在窗口 不断地在发出鸣叫声的小鸟雀一样 提醒我从所谓的深山里面抬起头来 去回应外面的世界 自己讲自己的作品 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奇怪的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我觉得我的作品特色就在平淡吧 这也比较接近于我的个性 以及我的生活步调 但是我仍然就是也是希望读者 也许能够从这些平淡之中 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 特别属于平淡的滋味 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应该不是很适合 因为我向来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很少说我去主动找到什么灵感 通常都是灵感来找我 不过如果要说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话 我觉得写诗这种事情 其实还是需要比较相对平静的心情 以及环境 所以如果能够保持心里面的稳定 不一定能够比较容易找到灵感 但至少比较容易让灵感找到自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